水智源保育聯盟 還有草山文石聯盟 還有大湖的張若黃老闆娘 都有在現場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請許醫師先幫我們分享之後 我們再請這些朋友來跟我們分享 大家好 我是許麗明醫師 我現在在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 永陽案2009年以前 我在台南 所以這個案子大概有 有一個部分 我是有蠻深的參與 那 淑娟我都叫她小豬姐姐 那個 哈哈哈哈 小小 不要 G啊妹妹 我叫小豬姐姐 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我就想說 這個抗爭很多方法 那永陽的抗爭 因為我有參與到 一部分 那 那我後來就想說 如果她可以變成另一種 參與抗爭的方式 也許 給大家知道另一種不同的方式 我大概 我大概掌揭剛剛中宣大哥所講的 就是 找得到明星是很好的 比如說林北凡 可是我們就期待她 要相信她 不如相信自己 這個是我在這個運動過後的方向 想到 別人要不要幫我們是 在於她 但是我們要不要幫我們自己 是在於我們自己 所以 小豬姐姐這本書 我覺得 最大的對社會 最大的貢獻 除了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 是因為她 很會寫 這種這麼冷的題目 那個時候我們要把斷層 地下水 環境想評估 環評法 然後行政訴訟 就是剛剛大家在那個紀錄片或書上看到 什麼行政程序法 那 我 我本業是當醫生 我 我 我不會寫 撞死 我不會寫 書狀 也不會寫 環評書的那些東西 可是因為要打這場戰 所以我們就在 陳老師的威逼之下 我們就一點一點的 先學行政程序法 知道法院是什麼 法官的先開庭 要先開什麼庭 程序準備庭 知道說這中間怎麼樣 然後要開始去翻那個環評法 從第一條開始看 後來念了法條之後 就也去法院跑了幾次 知道說 原來法院在弄案子是這個樣子 知道 之後又說 那個環保局要開環評會 所以你又要把環評法再念一念 然後環評會 他就會有一些那種 又出來的那個環評書 他就是我看過環評書 那個厚厚的一本這樣 然後如果又差異分析一本 一本一本 那疊疊疊疊疊 大概一個案子還沒弄完 可以疊到跟桌子這麼高 怎麼辦呢 你就要把一頁頁把它看完 可是那裡面雖然說中文啊 雖然你都認識每一個字 可是湊起來都不認識 比如說他講說 斷層的滲透係數是多少 卡住 真的卡住 不知道那個K是什麼算出來 然後你終於 花了三天搞懂之後 他就跟你說 這邊有一個系列帶 你就想說 斷層跟系列帶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就想說那個 地下水啊 這邊下雨之後 地下水會漲多少 就想說 他會從這邊下雨 這邊地下水會上來 整本環民書都在寫這個 那你說你跳過好了 結果你就從第一頁看 看那個目錄看懂之後 你如果要一直跳過 就只好跳到最後一頁 就完全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你就去那個環民大會 就被變假了 就是說那個業者 他也不太懂 大家可以看那個紀錄片 那個業者 就是那個很兇的那個老闆 他也不懂 可是他比我們多什麼 他有錢去請那個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的人 他們的學歷都還不錯 比如說中興大學的那種環工系 點點點 就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勇洋 這個案子那就是 顧問公司的 然後或者是什麼 陳大的環工系的 那他們寫 他們就幫忙寫 這一些環民書出來 所以 你如果完全都不懂 你去那裡就是 就是被電假了 他隨便講說 這K值齁 這個死的負三次方 是很小的 他明明死的負三次方 是很大的 因為你不懂 所以他講很小 你就只好跟他說 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 他在上面那個環保局長 當主席 他說你看 專業跟你講說 這個就是很小 不會生肉啊 你們今天來幹嘛 然後 說不說沒有還把人罵一頓 我說啊你就懂啊 專業都已經講說 都很小沒有問題 你們在吵什麼 然後 環民會永一次 兩次 你就很挫折 然後就被電假了 然後之後 你運動就很難做得下去 然後縣長就會問說 縣長其實他也不懂 縣長真的不懂啊 比如說 縣長又要懂地下水 要懂這個 要懂那個 他不懂 所以縣長怎麼辦 他把環保局長叫來 他就看那個人的眼神 有沒有在飄呼這樣 他 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們後來 弄到後來 就是歐樓會跑到書館市的辦公室去 因為 他也不太敢給我們怎麼樣 就是我們還算那個 他就跑到辦公室去 他說好啊 賣你的面子 那就把環保局長叫來好了 他就會拿我們的問題去問環保局長 他不太會相信你 然後他就看那個環保局長的眼神會不會在那邊飄 他就覺得他講話是真的 然後 算是其實齁 還算 還可以啦 就我們這個接觸的部分 雖然他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 我們覺得他很可惜 是這樣 後來他覺得環保局長眼神會飄呼 他就把那個環保局下面的科長叫來 真的真的 他就叫環保局長 不要坐在那坐 我在叫下面真的承辦人來 承辦人來 他問的時候他就會有點知乎 就是知乎的這樣 承辦的人來 他 縣長就覺得好像這個案子怪怪的 就會有點知乎的時候 科長吧 他就把科員也叫來 就等於環保局辦這個案子的人 都叫來縣長之裡面 縣長就坐在那裡看 對 他覺得好像有點小問題 因為他從環保局長的眼神會飄 然後那個科長 在講話知乎 然後那個科員站在那裡有點不安 他覺得有點問題 所以他輸完之後來會把那個 私運轉程序卡住 是因為這個樣子 他覺得怪怪的啦 可是怪怪的不夠啦 怪怪的不夠 為什麼不夠 因為像他講的 這個案子如果要撤銷 議會一定有意見 這個案子當然 背後有一些議員 議長這個 的一些利益的糾葛在裡面 所以會卡一些在 議會裡面 那另外一次 對 如果他把他撤銷之後 永陽去告你說 你這個案子我已經通過 我已經蓋好 到最後要自運轉 要運轉的時候 你幫我卡一下 你要有一個理由幫我卡 怎麼辦呢 找不到理由 所以蘇萬聖就說 好吧好吧 那就這樣 那你們就回家好了 然後這個我就 再看看 所以這個運動就會這樣子 為什麼一打會打十年 就是因為這樣 我講這個意思是說 我要跟 因為參加這個 這場抗爭的經驗上 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是說 不是說政府裡面都是壞的 不是每一個公務員都拿錢 不是每一個公務員都是 沒良心這樣 大部分 我們 譬如說你的鄰居啊 你的朋友 有很多都是在現政府 市政府做事的 他就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嘛 也很怕被收押 其實也沒有真的拿到多少錢 偶爾一兩次跟科長 或是跟局長去跟廠商吃一吃海產 那吃海產 市政府會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在現政府 市政府裡面的科員 或科長 不是每一個都攤贓 枉法 沒有很多人都拿錢 但是這個政府有沒有很多不公不義 有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劉政鴻 有很明顯的不公不義 啊 書案是你又說他不公不義 你說 你有拿泳揚的錢 這句話我真的講不出來 我真的講不出來 雖然我們那時候在抗爭 好像看不到未來這樣 這我真的講不出來 是我們 不要輕易的把這種 拿錢啊 貪污啊 每兩千去扣到一個公務員的上面去 講這句話意思 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理由 給公務員 讓他有很強 很強健的理由 去駁回這一件事 其實如果我們的證據都很齊全 就像到後來 書案是的後期 跟後來賴清德上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把事情都準備得很完全 有斷層 我們也搞清楚斷層是什麼 系列代我們也知道什麼叫系列代 就是他那個 土地因為擠壓之後會有斷層嘛 那有正斷層或地斷層 那無論是哪一種斷層 一邊被擠過去之後 另一邊跟原來相連的土地就會有裂開 有裂開的地方就會滲漏水 把系列代搞清楚 把下面的研盤也做清楚 把滲漏值的K10的-5 或10的-6 或10的-3 到底是多還是少的 我們也搞清楚 這個是在40面 那如果我們把法律面也弄清楚 就是說 環評法20條 規定說就一定要寫 對的環評法 行政程序法117條 或是這個 裡面條文說 他這個行政處分做了之後 如果要撤銷的信賴保護原則 那有一些在信賴保護原則 沒有辦法處理的部分 比如說他也有虛位 有詐欺 有偽造文書 這些就不在行政官處的信賴保護原則裡面 他另外會回到這個 有一些 視線案對於信賴保護原則的一些書 你把這些事情點 我剛講的這些大家不要忘記 我是當醫生的 但是我剛講的這些跟我的本業一點關係 地址、聖動、法律、行政程序法、憲法 這些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行政官員很難躲 很難躲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讓這個運動 等於是我們希望它是另一種心情態的運動 那我想簡單先講這樣 然後我最後再講 主要我想傳達的意思就是 有一個精神的主軸 就是專業認真跟堅持 就是專業認真跟堅持 那裡面的專業 不是說你原來是做什麼 念什麼的 你就只會懂那個部分 所謂的專業是說 我們可以去問 我們有時候會唸大學 去唸書 除了唸那個知識之外 我們自己是唸說怎麼去解決未知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認為說我一定要專業 我做環保運動 做運動一定要專業的時候 我就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會去 比如說這些我原來都不懂 我就會找老師去Google 然後把它都弄懂 或是找大家一起討論 都弄懂之後就專業 然後要很認真 就是說我們在媒體前面的這種行動序或什麼 庫光大概都是幾秒鐘 可是這後面有很長的是 你要把你的這些知識挑釋 然後變得很紮實 最後要堅持 是因為這中間會遇到很多困難 這個是因為這個運動成功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我剛看那個紀錄片 我回想起我2009年或2008年 2007年 無論是那個1000小時的靜坐 那個很冷 然後或者是那個全線的徒刑 半個月又下雨 以後那個是四五月天非常的熱 那個感覺是什麼 可是你那個感覺就是 你好像走在一個很長的隧道裡面 非常的黑暗的隧道 你看不到那個遠方到底這隧道有沒有路 前面可能是那個一面牆走走走走 撞到壁 一炸撞到壁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走出來 那個是非常的苦悶 真的非常的苦悶 那個就是你也不知道今天這樣搞 要搞到什麼時候 也不知道這個隧道到底能不能走完 非常的苦悶 中間當然有一些像暴力的威脅 像我們有時候在台南開會 我們都不敢直接回家 我們都會 比如說我們開完會啊 晚上七八點 我們就繞到其他地方去 然後晃一段時間之後再回家 或者是 那段時間我從來也不會跟我家人 在同一個場合裡面出現 那個是 就是一直有這種暴力的威脅 那個這樣的一個挫折感 就是 所以我說 專業認真跟堅持 我希望說 這本書可以給大家另外一個運動的方式 就是 當我們沒有明星的時候 我們只有自己的時候 經由這本書看完的過程 我們希望讓大家有一個 自己公民可以起來抗爭的SOP的一本書 就是有一些必要的元素在裡面 那比如說這個裡面很細的部分 比如說 環保署環民會怎麼打 法院怎麼打 那些 教授怎麼把它組織起來 這很細的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我想就是 專業 認真 堅持 可能是未來 無論是哪一黨執政 尤其像在台南做環保抗爭 真的非常的困難 那OS是民進黨在執政 非常困難 但是 專業認真 堅持 我想是 我們原來做這個運動 為什麼可以撐得下去的原因 那 也是在這本書裡面 有很好的傳達 那 我就先簡單做這樣的方法 謝謝大家